好 继续来看到交通部观光局 9月15号升格为交通部观光署 所属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并同改制 并且在26号盛开的街牌典礼 那么现场贵宾云集场面盛大 升格改制之后首任处长郭振林 感谢地方各界的支持跟配合 未来也将以深耕在地永续经营的核心目标 与花东产观学界来合作 共创花东的观光新局 热情活泼的原住民舞蹈开场后 同步升格改制为观光署花东纵管处 也请在地部罗头目以传统记忆方式 为升格街牌活动起安 全场感受天地主灵的祝福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助人 自己立他 立即都要立他 第二个是排队合作 第三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诚信永续 这是我们观光人的一个价值 组长吴杰平清零勉力 也会同处长郭振林 邀请中央驻地单位长官 共同拉下红布条街牌 全员到齐的辖内八个乡镇首长 以地众谷各观光旅宿业者等 产观学界也都到场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 那我们会去全力来争取 明年在整个观光局的一个 全国的一个竞争型的计划 竞争型的计划 来把我们的观山环镇车道 找回网路的风华 民国85年核定设立至今 已有27年的观光处花弄重管处 升格改制后的首任处长郭振林 部位高温盛庄出席 除了感谢上级长官 与地方各界的支持配合 未来改制后的花东重管处的发展目标 郭振林说 深耕在地永续经营 和重古城官学界携手合作 共创花东观光新局 台东花点部分 我们跟农业部文化部 一些都非常的密切 因为常常就是会见面 因为我们做的都是一样 就是为了地方的产业在发展 那因为大家资源都很多 那也希望能够大家一起串联 那因为我们的产业 我也常跟大家报告是说 因为我们台湾的不大 该玩的应该大家都有玩过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时候 都希望有一些创新的流程 就是透过我们的一些产业界 我们去补导它变成量 那包括我们整个串 也能够我们把花东 这个这个优兰制 精密的这个特别的特色 能够把它呈现 那我们未来目的是 希望能够张显我们原味花东 机制花东 还有漫游花东的目标 来跟大家一起 花东纵谷有着全世界 唯一的跨板块自行车道 再加上六大原住民族群 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纵管处已部落旅游勇系经营品牌 米86联盟 更获得了第四届政府服务奖 处长郭振林也将带领纵谷团队 秉持观光署用心在地 荣耀台湾之愿景 与地方政府工协会 以及民间企业密切合作 共同携手为台湾的观光努力 记得是预览 瑞瑞采访报道